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導演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來介紹新到貨的HELLBOY 這是電影系列HARTOY所出的第二隻HELLBOY角色 電影的評價並不太好 不過我個人覺得收到這個角色,我覺得角色算是做得不錯 這隻嚴格來說不能算是HELLBOY 2.0 因為他其實跟前一隻有蠻大不同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們來接著看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配件 好,除了地台跟紙板之外,這大概是所有的配件 然後還有裝在身上的手 那嚴格來說呢,配件算是挺豐富的 首先呢,有一件衣服,那衣服也改良,大家知道之前是皮衣嘛 所以...呃...之前應該是皮褲啦 衣服的話,其實我也忘了是不是皮衣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然後打開之後裡面還有一件背心 然後背心也做了舊化 那這次至少他不是皮革的感覺 所以大家比較不用擔心就是烈化 好,之前大家最忌諱的是原本那隻的褲子就是烈到不行 那這次的褲子呢也改成像那種...軍用的那種褲子 好,或是釣魚人會穿很多口袋那種褲子 好,所以至少呢這次不是皮褲 那再來呢就是配件的 配件呢你可以看到有火焰刀 那這火焰刀呢跟附一個正常沒有火焰的刀子 那並不是合金的 好,這是略顯可惜的地方 然後一個特效的火焰的 像是雷電吧 的效果 然後再來呢就是頭關 頭關呢是可以用 像這個後面的綁頭髮的髮 就會插在這上面 好,來呈現就是 他懸空的效果就像官圖一樣 只是官圖Forschel把這個透明物件修掉 好,所以你就可以呈現頭頂上有火焰 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地台上面的火焰有四個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是地台的火焰有四種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腳 好,你可以替換腳斷掉跟沒斷掉的樣式 然後除此之外呢他的手環 裝在左手上 好,因為右手是巨大手嘛 所以沒有辦法裝 那所以 手指 手掌的樣式也有所不同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有 一二三四五 五個左手 然後 兩個右手 再加上上面應該是三個右手 六個左手 好,然後槍 那槍呢可惜的是並沒有什麼機關 跟可動 左一就是左輪的這個可以轉 但也不能打開去看彈甲 然後也不能拆開 另外就是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那 這邊呢應該是呼叫器還是什麼 就插在 他的腰帶上面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髮椎沒有含那個透明的 讓你是 就是髮椎一個是透明 讓你固定火焰一個是正常的 髮椎裝在後面 這個是你大概看到的所有配件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本體 接下來我們來看頭雕 那由於這隻呢 其實整隻上半身是包膠的 所以呢 整隻角色看起來會有一點點膠感的感覺 就 這是我覺得唯一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他在皮膚的質感的舊化上 相對的比較沒有辦法上的那麼真實 然後再加上呢 他又是紅色的皮膚 好所以又更難呈現就是這種真實皮膚的感覺 好所以看起來呢 就會有點 那種光澤反光 然後會有比較明顯的 焦化跟塑膠感 那頭呢 他也不可能針對著頭 然後去 特別的把它塗得更細一點 因為頭塗的細 然後跟身體就會有很大的落差 好所以頭呢 跟身體呢就是維持就是 呃 略為帶一點塑膠 好那這是我整隻看起來的一個效果 那就是我覺得這一隻在 這個地方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然後頭的表情呢 因為他是 呃 有那種上了年紀的感覺 嚴格來說就是老人頭啦 好所以在皺紋的雕刻上其實是不錯的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 上色的細節上 為了跟身體打到同調 所以在上色上的頭 嚴格來說 幾乎是完全沒有去做 上色 好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只做了一些暗面的舊話而已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各個的 角度 那頭髮呢 我覺得沒有處理的很好 這是如果是直髮的話 我覺得他的完成度會來的更高一點 那由於他並不是直髮 所以頭髮顯得就是 呃有點 有點假 好 雖然頭髮是軟的 好但 顯得有點假 然後後面這一片呢 就是一整片蓋在後面 雖然頭髮在轉的時候呢 並不會影響到 頭的轉動 但是呢 頭髮的那種 僵硬感 是 我覺得他在呈現上沒有呈現的 就是特別的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頭上的腳 頭上的腳呢 就是你把這兩個拔起來 好 你就可以去 去替換 那這替換的時候 最後我做轉轉燈的時候 讓大家看 我這邊就不拆了 然後 接下來看一下半身的可動 那我稍微 鏡頭退一下 好那這次呢 包膠的可動呢 我覺得整體算起來做得還不錯喔 至少他不太會被 干涉 這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大家在搬的時候 好 你也可以感覺到裡面是有 有卡榫的 好所以你在搬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的 感覺到裡面是有急輪的 那包膠呢大概都會用急輪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如果你不用急輪的話 他可能會回彈 會有這個問題 那這次的包膠呢 其實做的已經比 之前來的軟 所以你在彎的時候呢 其實是 可以做到不錯的可動 那因為急輪的關係呢 會影響到可動的角度 所以並不是 那麼隨心所欲的 可以彎到任何的角度 然後這邊呢 也有一點點的前後 你可以看得到 好那角度不大 那前後就沒有急輪 但前後其實 他是真的有關節的 所以你往前搬 他是可以往前搬 但因為包膠關係 他會回彈 不過由於包膠了還是 希望大家不要就是 把它固定在同一個姿勢 就是例如我彎手背 一直都是這樣彎著 好那這樣子久了之後 這邊有可能就會裂掉 你可以看到工廠這樣彎著 這邊就可以看到 比較明顯的那個 皺褶的紋路了 好那你如果一直固定的 在同一個角度的話 很容易就是 產生所謂的包膠 那 手肘可彎的角度 也因為包膠的關係 大概只有90度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角度 也不能再 再往上了 好那他急輪也只做到這角度 你看我要再彎 他也沒辦法 他會回彈 好但至少他沒有呈現 螃蟹手 這是比較 比較欣慰的地方 就是你的手 還是可以 夾進來到腋下 好這是我覺得 這是包膠素體 在 手臂上 可以夾到腋下 就是已經是很不錯的一個部分 讓你的腋下是 不會回彈的 然後這邊看起來是比較好看的 然後基本的可動呢 呃 如果跟一般能夠比的話 大概可能只有60分 因為畢竟他已經是全包膠了 好但是至少還是可以動 擺基本的姿勢是沒有問題的 但 還是不建議就是 你擺了那個姿勢之後一直放著 好然後腰部呢也有 可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側面我可以做 簡單的一點點彎腰 好然後跟往後一樣 好然後這隻的角色呢 不會像之前的 因為他老了嘛 雖然 肌肉還是存在著 可是他就有點像那個 館長有沒有 就是 屬於那種比較壯碩的 肌肉而不是像那種 第一版的 HELLBOY 是屬於比較結實的肌肉 好就比較不一樣 好就像阿諾上了年紀之後 肌肉也是會變成像這樣子 好就是 身體整個都變 變胖了 然後 還是可以看到肌肉的效果 好這是 我們可以看到肌肉的部分 那不過買HELLBOY的人 應該不會讓他去穿上衣服 所以 通常都會維持像這樣子的裝扮 那你要穿上衣服呢 其實我個人也不建議 因為第一個裡面的背心是黑色的 好你把它脫下來之後 他可能就是黑色會吃在包膠上面 然後再來呢 披風呢裡面是咖啡色 好那我不確定咖啡色會不會印在上面 不過建議呢就是不要穿 其實會來的比較好 好至少你要長久擺放的話 黑色是有很大的機率是會印在包膠上的 好然後咖啡色的話 因為那布料比較沒那麼緊 好所以 可能印的機率不大 好就是如果你要穿披風 大概我覺得OK 但背心呢是 真的完全不建議穿 好這次大家在玩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那細節的部分呢 大家轉到背後 你可以看到背後呢 其實原本的 模型上面是有做那些 背部有毛你可以看到 好那可是 背部的這邊毛呢 他並沒有把它 刻出來 他現在對焦到後面 我把盒子拿到旁邊來 看他對焦在前面 好這樣你可以看到 好背部這邊其實刻了很多細節的毛髮 但是呢他並 塗裝並沒有做出來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在模型的細緻度上 他是有把它呈現出來的 就是這邊是有毛的 然後手上也是 有很多 手毛的細節 那他也沒有把它 雕刻出來 好這是我覺得 呃他在做的時候是比較 可惜的地方 好然後現在對不到焦我看一下 好這樣這樣就有了 好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好這邊手其實都是有 手毛的 那可是他有在模型上面做出來 但實際上並沒有雕刻出來 好這是背部跟手 那胸部也是啦 就只有做了一些 暗面的 就是 陰影而已 並沒有呈現了一些細節 那這邊的手部呢 這一個我覺得 塗裝還可以而已 並沒有到 非常的好 沒有呈現出那種延時感 而且他 還帶了一些光澤 他應該是在 更消光一點 來呈現那種延時的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手啦 這個手就沒有可動手 就是另外一個 更可惜的點 好然後手是可以換的 好這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腰帶 腰帶好處呢 就是他現在全部改成 那個橡皮的 好橡膠啦 好所以你不用擔心就是 皮製的腰帶會裂掉 好雖然 橡膠的質感呢 看起來是比較 比較陽春一點 但至少為了長久擺放的話 是會比原本的皮製的細緻度 差 但是呢至少你不用擔心 放久之後會 有損耗 然後這邊轉過來 然後這邊的 紙袋全部都是在上面 都是做假的喔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大概就是腰部的部分 然後腿呢 你可以摸到他大腿有 刻意加粗 所以裡面是有軟的 那個泡棉包在裡面的 然後褲子就是軍褲嘛 然後膝蓋可以彎曲 好那膝蓋當然不是包膠啦 你可以彎曲的角度 相對的就會比較大 這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然後腳掌呢 微微可彎 那可惜的是 腳掌跟靴子並沒有分開 好所以 接地的效果呢 沒有那麼好 但至少微微可彎啦 所以 還是在可接受的範圍 這是腳掌的地方 然後尾巴呢 裡面就是鐵絲 你可以任意去熬形狀 那一樣啦 不要熬到 太誇張的形狀的話 基本上 還不至於爆膠 所以尾巴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尾巴上面也有很多 毛髮的紋路是沒有塗裝的 然後尾巴的顏色會比身體的顏色 稍微再深一點點 不過還在可接受的範圍下 畢竟尾巴可能常年在外都是曬黑嘛 身體穿在衣服裡面 所以沒有曬黑 這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好最後呢 我會把腳跟火焰裝上去 讓大家來看全身的轉轉熱 最後呢我們來看全身的轉轉熱 那由於他附的這兩把劍阿 其實另外這把火焰劍或是沒有火焰的劍阿 他的根部其實都還蠻短的 所以這劍呢不太適合給岩石這隻手拿 因為劍柄沒辦法握到最底下 然後再來火焰劍後面這邊有個凸槽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根凸起來的地方 那可是我去看到握手的地方 並沒有這個洞讓你去插 所以我也不曉得這個凸起來的含義是在哪裡 可能是這把比較重 所以他會凸起來讓你做固定 比較不會下垂 但是握手的那一隻又沒有這個洞 讓你去插進去 不曉得是他透以露住了還是我拆錯 那不過呢其實就是不拿火焰劍也還OK啦 但火焰劍如果拿的話 其實這把前面的效果還是蠻重的 他可能手還是會往下垂 不管他有沒有握住 所以還是會影響到他的姿勢 那整隻呢其實有一定的厚重感 所以呢建議擺的時候呢還是搭配 搭配底座啦 然後腳的這兩個 他有防呆裝置 所以你不用擔心就是 不曉得左邊跟右邊 他的孔是只有對的時候才能插進去 所以在插的時候就盡量放心 你把它拆下來的時候 你看兩邊的孔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用擔心你插回去的時候 找不到位置或是左右搞錯 這是比較 比較智慧的一個地方 那最後呢我們來看全身的轉轉的 那我覺得這隻呢對於喜歡Hailboy的人 就是 算是不可以錯過的一隻角色喔 第一個呢他有一定的質感跟份量 然後再來又是包膠素體 那HT呢其實 這一隻到 上一隻到這一隻其實隔了非常的多年喔 所以呢 更 更是讓大家非常期盼 那可惜的地方就是電影把它演壞了 好 但是呢還是 不減能偶瘋采 好 所以喜歡Hailboy的朋友們呢 這隻是絕對可以入手的一個經典角色 因為你要等下一個十年甚至十五年 Hatory才有可能再出第三隻吧 畢竟 他是Hailboy的包膠 出的機率本來就已經是比較低了 然後在技術門檻上 雖然 現在來講不能計算技術門檻比較高了啦 可是至少跟 其他的人偶比起來 其他已經有現成的模具 就是要獨一去開模具 相對的就會 成本比較高 所以 廠商出的意願相對就會來比較低喔 再加上 電影又賣得不好 電影可能沒有第三集 所以你可能等不到他下一隻角色喔 好 那 這邊呢 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覺得不錯的話 幫我點讚分享 然後幫我加入追蹤 然後更多人可以知道大人玩具開箱的頻道 然後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隻角色 那我個人是 本來就很喜歡Hailboy 好 所以這隻呢 是一隻我 一直以來我滿期待的角色 然後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那謝謝收看這隻 Hailboy的大人玩具開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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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зд